熊平安來三個囉 大家好 我是交通部公務總局副總工程師李中章 來為大家介紹如何去辨識 比較容易混淆的標誌跟標線 我們是不是會覺得走在路上 會看到很多標誌標線看起來都很像 但是搞不清楚 那今天我們就來介紹 如何去辨識這些比較容易混淆的標誌標線 熊平安 你知道標誌標線有幾種功能分類嗎? 有三種 熊平安好棒喔你答對了 我們知道標誌標線的功能分類總共有三種 第一種是禁字類 第二種是警告類 第三種是指示類 那麼依照它的這個強度來區分的話 禁字類的強度是最強的 它是要禁止一些價值行為 那警告類的話是要提醒用人 前面的路況是要注意的 指示類的部分是提醒道路上面的資訊 給用人知道 標誌形狀其實有它代表的意思 常常看到的正三角形 就表示是警告跟遵情的意思 圓形或是近乎圓形的標誌 表示是靜置或者是遵行的標誌 看到這種圓形的標誌就要小心喔 這種標誌如果不遵守 你的荷包就要失學了 再來是方形的標誌 它是代表指示跟遵行的 那我們只要按照牌面的內容去行車就可以了 那零形的部分是指示功標誌 方法指示功標誌就要注意前方是有工具喔 我們先從外觀跟圖案很類似的這個標誌來跟大家做介紹 首先我們看到圖面上面左邊這個標誌呢 它是車道遵行的標誌 它代表這個車道只能執行 是不能轉向的 右邊這個標誌呢是單行道的標誌 這表示這個道路只能一個方向行使 是不能逆向行使的喔 類似的這種標誌也還有同樣的系列 像左邊這個部分呢都是指車道轉向的這些標誌 我們都要依照標誌上面的方向來行車 圖面上面的右邊這個部分呢都是單行道的標誌 也就是說要順著標誌的方向來行車 那我們來介紹第二個比較容易混淆的這個標誌 那我們從圖面上面來看的 左邊這個標誌呢是指停車再開的標誌 也就是說當你開車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表示你行駛在知道上面 當你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你在入口必須要完全的停止 然後要確定幹道的車子已經先行 而且確定安全的時候才能通過這個入口 那中間這個標誌呢是指靜止停車的標誌 它可以臨時停車 但是呢不能超過三分鐘 而且呢你的車子是不能熄火 駕駛也不能離開駕駛座 畫面上面最右邊這個標誌呢是 靜止臨時停車 換句話講 也就是車輛完全不能停靠在路邊 那我們接下來看第三個比較容易混淆的標誌 那我們看到上方這個標誌是指插路 主要是讓A車看到前面會有一個路口 那可能會有車輛在這個路口轉向 下面這個標誌呢代表是車道匯入的標誌 也就是說它要提醒A車的駕駛人呢 它前方會有個砸道會有車子會匯入 第四個我們要介紹的這個比較容易混淆的標誌呢 是靜止左轉跟靜止迴轉 左邊這個是靜止左轉的標誌 也就是說在車輛行進到這個路口 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你是不能左轉 同時也不能迴轉 這特別要提醒 右邊這個標誌是靜止迴轉 也就是說 車子到了路口的時候 是不能迴轉的 最後我們再來介紹外觀跟圖案都很相近的標誌 那我們從畫面上看到的最左邊這個標誌呢 是指車道縮減的標誌 從土地上來看 它是從三個車道變成兩個車道 那也就是說我走在最左邊這個車道的車子呢 它會提醒你的車道即將要中止 所以你要併到中間這個車道這邊來 開在中間車道的駕駛呢 如果看到這個標誌 就要特別注意 左邊這個車道駕駛會變換車道的一個行為 中間這個標誌呢 是指的是狹路的標誌 它的意思是說提醒駕駛人 你在往前開的時候 這個道路呢 可能寬度不到兩個車道 他要特別小心會車 那右邊這個標誌呢 是指的是狹橋的標誌 提醒駕駛人 你前方這個橋的寬度呢 也比較小 不足兩個車道 會車是會有困難的 接下來我要跟大家介紹 另外一種比較容易混淆的標誌 也就是說它的圖案底下 當然它的外型可能長得不太一樣 首先我們看到這個圖面上面的 左邊這個標誌是指靜止進入的標誌 當我們看到這個標誌呢 不管前方的道路有幾個車道 我們都不能進去 比如說單行道立向就不能進去 中間這個標誌呢 是指車道靜止進入的標誌 當我們看到這個標誌的時候 表示這個車道我們是不能進去的 譬如說當我碰到標誌車道 或者是公車專用道的時候 那我們就不能進到這個車道裡面 圖面上面的右邊這個標誌呢 它也是打一個大叉叉的 但是呢它的意思是 就表示前方可能是狹橋或者是狹路 那麼會有會車上面的困難 所以呢會禁止會車 畫面上面 右邊這個標誌呢 是注意會車 也就是當我們在單行道 要變換成雙向道的時候呢 提醒駕駛人前方會有車子過來 熊平安 那你知道畫面上面 這兩個標誌有什麼不同嗎 一個方形一個圓形 其實呢 圓形代表的是道路的尊形 方形代表的是車道的尊形 那這個是有不同的差異的 那我們從畫面上面這兩個標誌來舉例 左邊這個圓形的標誌呢 是指的是 這個道路不管你幾個車道都只能執行 右邊這個方形的標誌呢 是指中間這個車道只能執行 但是左邊這個車道是只能左轉 相同的在這個畫面我們所看到 左邊這個圓形右轉的標誌呢 是指這個道路不管哪一個車道 它都只能右轉 那右邊這個方形 右轉標誌呢 表示右邊這個車道只能右轉 內側這個車道呢 只能執行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車種專型的標誌 圓形的標誌呢 是指的是 在這個道路上面 不管你有幾個車道 我們都必須按照 圓形標誌內的車種來行駛 右邊這個畫面方形的 是指 特定的車道 只允許 標誌內的車種行駛 這個畫面所顯示 就是相同系列的這種標誌 左邊的圓形標誌呢 就是 道路都必須按照 標誌內的車種行駛 我們看到畫面 右邊的這些標誌呢 就表示 在特定的車道呢 只能允許 標誌內的車種的行駛 我們經常會在路上看到 這種白色的格框 但如何分辨它是停車格 還是兩段式帶短區呢 比較容易分辨的方式 我們在T字路口 如果看到這種白色的格框 上面有寫帶短區的文字 或者是在格框附近 有設置兩段式轉向的標誌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很確認 這個是帶短區的格子 老師 要怎麼分辨路面邊線 及快慢分隔線 熊平安你問這個問題很好啊 的確 我們如何來辨識 這兩種標線的不同呢 首先 我們在郊區公路的時候 如果我們只看到 畫一條白色的石線 那麼它很可能就是路面邊線 因為它要標示出來 車子行駛的範圍 如果看到有兩條白石線同時存在 那這兩條白石線所 形成的這個車道呢 就是慢車道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 近障礙物線 跟潮化線的不同 主要是 道路上面可能有些障礙物 我們透過近障礙物線 來讓車輛或駕駛人 避開這些障礙物 讓行車比較安全 潮化線的目的呢 事實上在路口或是路段 利用潮化線來導引車流行走 比較正確的方向 當然 不管是近障礙物線 或者是潮化線 我們都不允許 車輛跨越或者是停流 熊平安 那你對這些比較容易混淆的標誌 有比較清楚的了解了嗎 有 想要知道更多交通安全的資訊 請上交通安全入口網 好名的 我在想要交通安全入口網 有很多的資訊 有很多資訊